E1的版本 然后相关的设定回到家应该重新设定一下 反正多设定几次 大概就是几个地方嘛 就是喜好设定里面的这个 这个invibent的这边要把它add的一个 确定一下有没有这个tunket 第二个是你在add的这个server把它add进来 再来就是你新增一个什么动态的dynamic的这个 webproject 你就会开始开发JSP 或serverlater 没有问题 这部分的话我想 而且他们用的语法都基本上都是跟 这个enjoy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在开发上面的话会比较一致性 比较高 而且甚至里面的class 其实 基本上是可以沿用的 彼此之间可以互用的 没有问题的 只要是会改一下 import一些东西 我想这概念上因为都是使用java 所以java可以用的两边都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话呢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举一个 举个范 就是说 其实它弄起来之后的话 相关的那个根目录 实际上就在这里webcontent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要放一个什么 一个 文字档好了 比如说你今天不是联 不是联一个 动态网页 而是一个档案 或者是 一个图 或者是一个音乐 一个影片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超连结 后面的加上那个名称 那就可以把它漏进来 不过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们在存档的时候呢 一定要存 尽量 全部东西 UTF8 来来 处理就好了 因为 现在又有什么 BigFi 或者UTF8 很容易造成乱码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忘了去 转 转成UTF8的话 就会发生 这个乱码的 状况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像这里 这边看到的应该都是 没有问题的 就是 这个是 之前在那个 有一家 有一家那个 公司training 他们叫 Quintraining 就是说其实工程全部都进来 慢慢在筛选 所以我出一些问题 给他们去做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你存成 那个 有没有记事本存 另存新档的时候 特别注意 一定要改下面这边 编码 Ansi 一定要改UTF8 如果你没有改UTF8 放上去 很抱歉 你怎么读都是乱码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还有就是说 以后像那个 我之前也试过 比如说我一个testfile 丢到 Google的试算 Google云端上面 结果也是乱码 后来才发现原来把它 UTF改了 再丢 一律 就都正常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特别注意 这是这地方要存 然后你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再存一个档 比如说里面我就放这些东西 然后 塞到哪里呢 塞到这边来 记得 这是他的结构 一定是他的网站 这专案名称 他基本的网站一定是这个 叫webcontent 把它拖拉过来 或者复制贴上也可以 那有这个档 那OK 那我们如果说要把昨天的 练习稍微修改一下 也是一样 读取 但是我读取的话 不是读取那个动态网页 而是读取那个档案好了 比如说我把那个路径稍微改一下 啊 所以